知识系统学院KSI的艺术馆隆重开幕了 在10月16日晚举行的开幕式上 校长张希国教授表示 将人文和科技融合 开创数位艺术世界 一直以来是他的一个理想 艺术馆的开章 不仅朝这个方向迈进了一步 同时也为数位艺术家们 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原地 知识系统学院艺术馆的开幕主题展为 你的数位世界 展出了数十符 学院数位艺术硕士班的学生 以及教授国际知名艺术家洛加莱 和馆长戈贝尔史密斯的 多媒体艺术创作 校长张希国表示 艺术馆的开幕 为数位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原地 知识系统学院 一直希望能够做到 把人文跟科技整合在一起 所以在三年前 就成立了数位艺术的硕士班 所以现在成立这个艺术馆 它主要一个目的 就是能够成为一个 艺术作品展出的原地 那么这次的展出呢 主要是以师生的艺术作品为主 将来的话也希望安排机会 让这个各国的艺术家 包括台湾的中国的 欧洲的艺术家 以及当地的艺术家 能够用这个场地 来做一种艺术上的交流 艺术家们也认为 将艺术和电脑科技的整合 就是未来世界 KSI艺术馆馆长 戈贝尔史密斯也表示 作为艺术家 他很高兴 与电脑专家们一同工作 以多媒体来展现 多彩多姿的生活 驻芝加哥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处长申配黄夫妇 以及中西各界嘉宾近百人 出席了开幕式 正在竞选一周国会 第17选区众议员的 Hamilton Chen张宏也到场败票 新世纪电视台 记者杨小梅采访报道 周军保险 美国第二大互助保险公司 Farmer's的总统冠军和顶级代理 80年的国际品牌 让保险赔付过程顺畅快速 我讲广东话 我讲国语 我们讲你的语言 周冠保险 顾哈温馨 海外华人创办的独立媒体 大绝时报 免费提供读者全方位实施追踪 和最新的观点分析 深度报道中国大陆实情 促进不同观点 不同背景的华人交流与理解 目前已发展成为海外发行最广 发行量最大的免费中文报纸 美中大绝时报 发行美国中部14个州 广告覆盖程度高 效果显著 美中大绝时报 广告业务电话 773-8860-3346 感谢您的观看